大家好 欢迎收听芒眼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继续跟大家跟进一下关于俄罗斯的话题 事源就是在我目前录节目的时候的大约一个小时之前 这位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推特上发了好几条帖子 他也对2023年作出很大胆的预献 而那个大胆程度我自己看着眼睛都凸了 那他预测了什么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三个频道 网红编辑部《正安波》和《晒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至于梅德韦杰夫本人 大约在2008年5月至2012年5月担任俄罗斯总统 目前他就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一名在俄罗斯都非常知名的高官 竟然在推特作出这样的预测 究竟有什么理据呢? 内容大致是这样写的 他就说 这个布雷顿森林货币管理体系就将会崩溃 所以就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会崩溃 勾元和美元也都将会停止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流通 而央行的数字货币也都将会被积极使用 不单止是这样 他另外也都说 油价可能会去到每桶150美元 天然气价格更加会突破每千立方米5千美元大关 你说150美元每桶可能都会有些机会发生 至于其他的事情 例如他刚才所提及到的布雷顿森林货币管理体系 和美元将会终止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流通 这种说法老实说 我很想问一问他 究竟他是不是喝多了两杯 喝大了呢? 关于石油的问题 大约在今年12月初的时候 俄罗斯就对印度决定不支持七国集团 和他的盟友宣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 亦都对印度的决定表示欢迎 而俄罗斯的副总理 Alexandria Novok 就在12月9日也会见了 印度诸俄罗斯的大使卡布希的时候 就说了一份声明 这份声明就说到 副总理就欢迎印度决定不支持G7和其他国家 在12月5日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 同时也强调俄罗斯是负责任地履行能源供应的合同义务 在能源危机之中向东部和南部国家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 另外他也表示英国也将会重新加入欧盟 导致欧盟可能解体 因为英国在2020年1月31日退出欧盟 也成为唯一一个脱离欧盟的主权国家 大家听到我说到这里可能真的 都开始觉得梅德韦杰夫 真的可能喝多了两杯 所以才写一些这么夸张的预言 不过他作为一名在俄罗斯 非常知名的人士 声望都是有差不多的 亦都和普京拍照很多年了 我就在想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 说一些这样的东西 还是只不过是真的 好像愚人节那样愚弄一下大家呢 看来就不多次玩东西 因为他一条又一条的帖 就在推特发表的 接着下一条帖他就这样写的 当前掌管推特的亿万富翁马斯克 将会在新内战后 赢得美国多个州的总统选举 梅德韦杰夫也说 美国将会爆发内战 加里福尼亚和德萨斯州 也会成为独立国家 而德萨斯州会和墨西哥 组成一个同盟国 哇 这样啊 美国会不会爆发内战 会不会分裂呢 还有明年都不是美国总统选举 就算马斯克想做总统 明年都不会有选举出现 那怎么可以做总统呢 还有啊 他又凭什么 可以说德州会和墨西哥 合组成一个同盟国呢 喂 他是不是打机打到缩了呢 完全就是黏了线一样 老实说我觉得 不过他说到真的像层层的 是这样的 跟着他这样说 马斯克会赢得多个州的总统选举 而在新内战结束之后 那些州就会交给共和党的了 还有啊 跟着那条帖 他又这样写的 最大的股票市场 不会再是纽约 不会再是伦敦 将会是在亚洲 跟着他也补充多一条帖 就是说及到关于波兰和匈牙利 也将会占领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和德国和其他一些周边的卫星城市 当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 捷克斯洛弗里亚 基库共和国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从而建立一个第四帝国家 哇 他说什么呢 说到这里老实说 我自己就觉得好像看一部 虚构的科幻小说一样 跟着他是这样说 法国和第四帝国之间 很可能发生战争 导致欧洲分裂 和波兰回归 另外他也提到 北爱尔兰也很可能 会脱离英国 拼入外尔兰共和国 大致上 他就发了好几条帖 讲及到我刚才所 讲到的事情 读到这里 我自己就觉得 究竟这个账号 是不是真的梅德韦杰夫呢 那是 12月初的时候 就在一场活动讲过 目前他本人自己 就在经营一个 社交平台Telegram的账号 在Telegram的账号上面 每条贴纸都是他亲手输入的 因为没有人敢 可以替他这样说话的 而在12月26日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都签署了总统令 在俄罗斯的 联邦军事工业委员会内 在增设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并且总统也都命令 由这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 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去兼任 当他发表了一些震撼的预言之后 另一位大人物 也是在他预言里面所提及过的其中一名人物 就是马斯克 作为推特的老板马斯克 看到一个这么搞笑的帖 他也随即在他的帖子下作回应 马斯克就这样说 梅德韦杰夫说这些东西 简直就是史诗级 是epic epic threat 直指他的帖子是这样 为止他听过最为荒谬的预测 想不到梅德韦杰夫是一个这么无知的人 梅德韦杰夫也显示到他对其他的东西 当中抛过AI、人工智能和永续能源发展 显得惊人地无知 在我的印象中 俄罗斯的官员一向都是很慎言 细猜不到一些那么夸张、那么搞笑的说话 竟然就出自一位前总统把口里面 他这样说会不会和俄乌战争有关呢 从中是否也透露了一些消息就是 俄乌战争是否已经去到一个没办法胜利的局面 即我指俄罗斯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取胜 而一个高官说这样的说话会不会是有其他的原因 例如需要去装疯卖傻呢 还是只不过非常普通的一质 喝醉酒乱发帖的事情呢 我认为这种种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个美元霸权突然间消失 英国也无理由无端端又要加入欧盟 还有波兰匈牙利无故会占领乌克兰西部地区 这些这么白痴的语言 老实说我真的要用白痴来形容他 因为他所写的东西实在太夸张 到底目前在推特上梅德韦傑夫的账号 是不是他自己亲手写亲手拥有的呢 现在都令人觉得很奇怪 很多人都是摸不着头脑 又或者他只不过在推特上跟大家开个玩笑 所以真的不需要太过紧张 正因为他提出一个这么大胆的预言 也引来大量的贴纸 大量的留言在他底下 最多的就是有不少账号 贴出一些俄乌战争里面 炸烂了的坦克 又或者一些被破坏的村庄的相片 而且也引来一些不少的知名人士在他底下留言 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非常负面的 但是他也没有跟着和其他的网友去互动 所以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他要写一些这么大胆的假设 实在就不得而知了 很可能他只不过是贪过瘾玩玩玩也不一定 不过有一样东西是明显的就是 他对杨格鲁薩克逊这个民族就好像特别憎恨一样的 因为在他预言最后的一句他就这样说的 他的意思就是把杨格鲁薩克逊的民族和小猪拼在一起 它是特别这样写的 视之为大家都是猪一样 那究竟什么叫杨格鲁薩克逊人呢 意思就是了 英国的南部的一个民族 就是安格鲁薩克逊 看来他本人应该对安格鲁薩克逊人 有一种特别的仇恨都未定 可能今年就真的被英美的世界玩到妥妥领 俄罗斯没办法成功实现他们的特别军事行动之余 一拖就拖了成 现在已经快超过10个月了 俄乌战争真是不知道要打到何时才肯停手 是不是要继续这样大规模的去将人送死呢 我自己就认为始终都是没有这样的必要 俄罗斯大可以随时停战的 不过看来他们已经洗濕了头都不知找什么理由来到去停战 另外乌克兰也都没有停战的打算 真是希望要夺会那些失去的领土 所以这场仗真是不知道打到何时 但是再是继续这样熬下去 对俄罗斯来说就完全没有着数可言 再者就算今天能够停战也好 打后十年俄罗斯的看怕都不会有什么运行 因为受到西方各国所制裁 而因为这件制裁的事件 再加上在俄乌战争里面 我们也发现得到一件事就是 军工企业当中很多的产品 都是非常之以赖西方的生产的 现在被西方各国制裁 在他们的技术上 无论生产上都没有办法 可以重新从西方购买 所以就算现在停战也好 俄罗斯搞成这样 打后十年都不会有什么运行 所以现在反正都洗濕了头 俄罗斯就只能够继续打下去 但是乌克兰就真的不会容易被俄罗斯得逞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美国和英国都继续大力去支持乌克兰 我自己就希望 俄罗斯不如目前就应该只蝕离场宣素 因为真的损失的都是一些人命 国家打输一场仗就不会因为这样而灭国 但是人命没了就真的没了 因为这些都是事实来的 至于这位前俄罗斯总统 在网上所写的预言 怎看都是只不过笑话一则 又不需要真的太过认真的 那好了 今次就讲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